接下来 哇 我们要迎来非常帅气的演员 杨阳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有请杨阳登场 有请 来杨阳您好 我们先请您拍几张照片 来 媒体老师们请准备 好的 我们官媒老师可以准备了 官媒老师辛苦您 您可以来 好 官媒老师您可以了 要秀一下您的腕表是吗 好 各位媒体老师们 已经举不动麦牌了 他们 他们已经 好 谢谢 来 媒体朋友们 他们被您刚刚这个 一低头的这个一个动作 已经就杀疯了 我们先把MID给杨阳请您 帮我们打个招呼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杨阳 哇 好 主持人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杨阳好 我们也先请您介绍一下 今天所佩戴的来自我们 齐静伊甸园的高级珠宝 对 有什么样的巧思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 我其实今天带了一项链 然后这个项链呢 很隐蔽 在哪儿呢 对 我们再看个十分八分钟吧 找不到在哪儿呢 然后这个项链 其实它和这个领结 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搭配吧 然后呢 它有个很特别的一个 很神秘的一个高级的蓝色的珠宝 我们看到了 在那个黑色的领结 给个特写 我帮您拿一下这个麦 然后您再给大家看一下 在领结的正下方看到吗 有一颗蓝色的宝石 哇 可以这样佩戴居然 跟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会想到这么佩戴它 好特别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吧 然后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个项链很好看 然后这个宝石也是一个 特别优雅给我的感觉 也非常的神秘的一个蓝色 那蓝色呢 其实也是我个人 非常喜欢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选择这条项链 不只是你喜欢你知道吗 包括各位先生也很喜欢 谢谢 蓝宝石 对 然后我这块手表 那这块手表呢 其实我也非常喜欢 那我觉得是宝格丽 它的工艺 还有它的审美的这种 和谐的处理上 我真的非常喜欢 大概可以看看 我们也请您再拿一下 这个手表 再伸出来一点 对 也是蓝宝石的吗 也有 好像也有一些蓝宝石 蓝宝石其实对于 宝格丽先生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觉得蓝宝石的蓝色 代表着意大利的卡布里海岸 然后那里呢 其实是地中海 带来了地中海的遐想 他其实也是通过地中海去到罗马 所以你的选择特别好 然后我看到你的这个胸针 你这个胸针是海星吗 胸针你喜欢吗 特别喜欢 你们喜欢吗 喜欢 他们喜欢就好 这个胸针也是根据这个蓝色一起搭配的 是是是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蓝色嘛 对 所以都是一个蓝色的主帮 而且这个是我们的海星 海星其实在海洋里面是幸运的互身符 是守护的意思 而且你看海洋 洋洋 互相守护 好 那今天洋洋来到我们这里 因为我们其实宝格丽 作为代言人来了好多次了 今天有什么不一样的心情吗 特别开心嘛 然后看到那么多的朋友 来支持我们宝格丽的活动 然后我个人的话 我觉得就像是回家了一样 不你像是主人了 我觉得 就你已经在侃侃而谈 对不对 很了解我们的珠宝 然后很开心 然后很开心 能够参加这次伊甸园的 这个珠宝的一个活动嘛 对对对 好的 那我们就先谢谢洋洋 给我们带来这么全面的详细的介绍 谢谢代言人 好 那我们请洋洋先步入那场 来 好 辛苦了 再拍一下 好 那我 再拍一下 再拍一下 好 他能走了吗 好 谢谢 谢谢洋洋 谢谢洋洋 谢谢洋洋洋